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新冠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了13亿几次 那么是否已经形成了免疫屏障呢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其实通过一个疫苗接种要形成免疫屏障的话 其实不同的传染病根据它传染性不同 那么它建立这个免疫屏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群体免疫呢 就是人群当中有免疫力的人占的一个定的比例有多少 那么像麻疹那么我们要阻断它这个传播或百日可要阻断传播 那么人群当中有免疫力的人要达到95% 不是接种率达到95% 那么像过去我们消灭的天花 还有我们这个尽量要消灭的脊椎汇质炎 又叫小孩麻痹嘛 还有像这个白猴啊等等这些疾病 要阻断它传播的话 人群形成的免疫力就要低一些 那也在85%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群体免疫呢跟两个因素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疫苗的保护效率 第二个就是它的接种率 其实打疫苗除了防止这个 预防这个疾病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防止它这个便移的强度进不增加 因为我们人有了免疫力之后啊 这个疫苗最晚要传的这个机会你就少了 那么传的机会少了 它这变移的情况呢就会大大的降低 那么尤其遇到一些免疫力有障碍的人 或者免疫力有缺陷的人 它就更容易变移 这是病毒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现在呢希望就是说 尽快在人群当中 那么接种上疫苗 建立起来这个群体免疫力 来预防这个疾病这个发生 也减缓这个病毒变移的一个速率 其实这需要我们普通的百姓 和我们的科研工作人员一起来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去建立这个群体免疫 来实现呢我们这个免疫屏障 来阻断这个疾病流行